- 大家好,歡迎來到今天的棒球健常時間 今天這集應該是改版之後的第一集 這個版面真的變得非常帥 尤其是在球員的部分清楚了很多 好那我們不講廢話了 今天要來非常迅速 對,非常喔 非常迅速的講一下這次的試煉之路 這次的試煉之路是給EX卡片 所以真的沒什麼好講,也沒什麼好選的 EX卡片就是一個在季賽數值很強 然後季賽結束就會爆開來的東西 所以我會覺得說你就選你自己喜歡的就好了 然後它是給加10 所以它是可以拿去當突破材料的 所以我會覺得說這個活動還是建議參加 裡面還有一些鑽石跟一些藥水 所以我覺得說其實就活動來看 不要看它給EX卡片 但至少它是給加10 所以其實還蠻有用的 好我們就來講一下這次的卡片吧 就非常簡單的帶過去就好 魏犬的話王維中 那個前三項超不行的 然後這邊帶一下 那個EX卡片 現在是概念卡 所以數值就看看就好 那徐若熙的話這個也是就球速比較快 然後陳羽勳再加上 再加上沒了 那現在的話是投手的到時候還是會有打者 那這個衛權的部分我覺得可以選陳羽勳 就畢竟是新卡 就可以去加減用一下 那如果你要選徐若熙或者是王維中我覺得都可以 反正這個就在戰力上 後期沒什麼幫助 所以會建議說你就選自己喜歡的就好 那樂天的部分的話 黃子鵬這張還不錯 然後陳冠羽跟王之軒我覺得不要選了啦 我覺得這個球種有點太少 陳不好也不要了 除非你有愛啦 再去選 我覺得樂天啊 你要新手要過度用 應該就是選陳冠羽就好了 那統一的部分的話 像這個林兆恩跟這個古靈瑞亞啊 都是在先發 那郭俊玲也在先發 那最後的話潘威倫在中繼 那潘威倫這張數值不是很好 所以我會覺得說 除非你要選中繼來用啦 再選潘威倫 不然其實你應該選古靈就好了 那如果你覺得說 你想選新卡來玩的話 可以考慮用郭俊玲 我覺得林兆恩是最不用選的 那副幫的部分的話 江少慶 然後 富蘭歌還有曾俊月 我覺得去選這個富蘭歌跟曾俊月就好了 那這個兄弟的部分啦 呂彥青 李正昌 再配上 德寶拉 德寶拉我覺得不用選 你要選的話 你去選這兩張就好 這兩張在中繼 最後的話就是這個 台岡 台岡的話是星球隊啦 所以我覺得你選誰都沒什麼問題 對阿這個後鏡的話就是 之前的後鏡 只是現在沒有頭像啦 我會覺得說你選這兩張就好 好那今天這部分就結束了 其實就非常簡單啦 EX卡片不能丟傳奇殿堂 所以你也沒有傳奇殿堂的問題 要嘛就拿去突破 要嘛拿去界線 那界線有點浪費 因為它是加10 所以你就直接 以突破為主 或者是現在要用為主 那現在要用的話 EX卡片基本上 沒什麼太大的戰力 你就選 喜歡的就好 那突破的話沒差 反正你要吃掉 所以這次的試驗之路 其實沒什麼好分析啦 就簡單跟大家講一下這個 概念而已 好那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幫我選擇 都能知道其他想法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了 掰掰